奧默克慈禧牽著大愛村的小朋友 走進廣場 每個人臉上都對滿笑容 因為這天是奧默克慈禧中小學校 動土典禮 海燕峰災之後 當時的奧默克市長捐利 讓慈禧遠見大愛村 六年來帶動善的循環 如今居民安德森 志工更著眼希望工程 阿比利尼馬斯奇人 別忘記過去 別忘記我們人們 別忘記我們 今天是滿家 滿人 滿希望 動土典禮 選在慈濟基金會 53週年慶這一天 包括地方政要 發信要出資興建學校的 事業家都共享盛舉 很久不見了 我們在這裏 直到現在 我們都在這裏 謝謝 我們在這裏 我當時為了紀念我們伯母 33週年 對我們生活的進步會更好 所以感謝我們這個機會 孩子將他們的喜悅 透過手語傳達給在場的每一個人 希望的殿堂 也將在不久的將來拔逼而起 帶來新聞 珍珊美志工 蘇芳佩 張益川 菲律賓報導